搜救人員不停挖著泥土 一旁的家屬落下著急的淚水 今年第27號颱風天平 周五以清台威力 侵襲菲律賓第二大島明達那兒 持續往西移動 周六晚間從巴拉巴克島 二次登陸 預計平安夜出海 天平大概超過140毫米雨量 持續在非國南部 引發水災 土石流 安穩的避風港 如今殘破不堪 看不出原本的樣貌 水 已經快淹過整間房子 就連橋樑 也難抵達自然無情的力量 許多殘骸被沖刷到椰子林 由於是週末又適逢耶誕節 許多人冒著生命危險 開店做生意 或是涉水移動 連兩週受清台啟德 天平摧殘 給了非國人民悲傷的耶誕節 菲律賓政府已經發布緊急狀態 超過七萬人被迫離家 五萬人留在避難中心 但是災害管理中心表示 仍有很多居民無視警告 並未趕緊離開沿海或河岸地區 才會造成重大傷亡 救難人員 軍警及志工大動員 持續搜尋生還者 清理泥土 修復電力和通訊設備 帶來新聞 陳曉玲編譯